好 各位呢 您剛剛已經進到我們這個群組裡面來了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今天會有幾個主題 當然都是Focus在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影片剪輯的部分 那這裡有幾個是比較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個OBS虛擬Safe 那像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各位一定都有去拍照的那個經驗嘛 類似像照相館對不對 拍大頭照也好啦 後面是不是都有要準備一些像我們現在這樣布幕對不對 那就把它拍一拍就好了 那影片行不行 影片現在也可以 也可以 而且效果蠻不錯的 如果你有興趣 你看我現在遠距上課 我就這樣上課 就躲在下面上課有沒有 然後呢 還去動物園 在就業博覽會在現場上課 後面就變那樣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有特別請同學準備這個板子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變身 好嗎 那這個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 本來是請他準備曬一下 他有想到這個也很好 哈哈哈哈 事實上我們後面這個夾起來也可以啊 場景就準備好了 然後就準備變魔術啦 因為現在大家都還蠻喜歡看這種縮實攝影子 這樣就好了 你知道嗎 這樣就可以變身了 可以嗎 後面這個同學有看到為什麼嗎 為什麼會消失嗎 為什麼會消失嗎 對啊 對齁 我藍色綠色都有準備 那像這個是我遠距課程 我也是像這樣上 遠距的 遠距的課程 我需要廣播嗎 要廣播一下嗎 所以像我在這個下面這邊 這是遠距的即時的課程 遠距的即時課程 然後呢 下面這個是在創客基地裡面 也可以這樣玩 也可以這樣玩 所以其實可以玩的東西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齁 那等一下呢 所以以這個為主 那待會呢 我有幫各位準備一個這個 互動排版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不好意思問問題 我們人這麼少 理論上來講應該不會不好意思問問題 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問問題 你可以點這個進來 這個進來之後 這個是Google繪圖 好 有兩位同學進來了 一個是烏龜 一個是水雕 有沒有 一個是青蛙 就是大家進來都是匿名的 好 都匿名了 但是重點不在這邊 你看一下上面 如果你有問題 你不好意思 第一個你可以用文字框 你看 剛剛這個海星有沒有 又一個人在這邊 水雕在這邊準備要打字的 我就點下去 都即時的好嗎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有齁 你看我打在那邊 即時你不看我這邊 也會看到嗎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如果你覺得我打字比較慢 你也可以用塗鴉的 有沒有 這上面有塗鴉 你可以用塗的 也可以 好也可以 第三種 如果你覺得 啊 我有問題 我把畫面抓下來 或哪一個 哪一個 那個圖片 我覺得比較OK 你就把那張圖片複製之後 直接Ctrl加V貼上就好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 有沒有比較即時一點 可以嗎 所以萬一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 打斷我 不好意思提問的話 你就在這邊 我會來這裡看 這樣比較方便對不對 好 啊如果你覺得 還要跟別的同學討論一下 因為現在不坐在你旁邊 你的好朋友沒有坐在旁邊 有看到上面有一個這個嗎 有沒有即時通訊 你可以跟別的同學 同學在旁邊先聊天一下 這樣了解 會啦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好水調已經太害了 反正大家都看得到 好大家都看得到 就看你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啊 我也對於你這個問號特別有同感 有沒有 還是我你是亮亭 我也特別有看 你可以按一下注解 上面有一個注解 有看到嗎 有沒有 在這裡 注解 你就增加一個注解 我就來告訴他 我也 我不認識你 哈哈哈哈 好留言 有沒有 等到我覺得 嗯我已經認識你 我就按解決 這樣他就收起來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對別人的提問 加一加一 有沒有 哈哈 現在LINE裡面不是很多人 常常喜歡加一加一嗎 你就這樣用注解也可以 好 這個是其實很不錯的一個互動方式 不管你人多人少 如果是在電腦教室 或者是你用一般的手機平板啊 其實都可以看 這樣大家的互動會比較多一點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有需要的 你去來這邊 試看看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剛剛我們講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OBS 虛擬攝影本的部分 另外呢 因為OBS本身 它並沒有剪接功能 它有錄影功能 沒有剪接功能 所以我會帶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在任務裡面 我們真正資料放在任務裡面 外面那邊 訊息就好像最新消息一樣 任務裡面 有看到一個影片剪接軟體 叫Active Relent 這個呢 也是免費的 就是尤其是在那個剪 剪輯影片這一塊是完全免費的 那這個對各位來說 學習上會相對容易 因為你會發現 你們一定用過 一種簡報軟體 你們會的簡報軟體叫什麼 應該沒有第二個答案吧 對啊 他的介面就跟PowerPoint一樣 好 所以你很容易上手 當然其實我們 我在那個裡面 還有準備一個就是 那個叫做威力導演 因為威力導演 也有免費版的 好 也有免費版 其實各位如果一般在做剪接 也可以拿來用 也可以拿來用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叫做 Power Director 不是 Power Power什麼 Power Photo 還是哪一個 王姐就是相片大師 也是訓練的 他也有免費版本 就影片 照片的編輯的部分 照片編輯部分 他也有 所以我大概準備這幾個 那下面這個水溶3D 我們今天應該是比較沒有機會用到 但是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試看看 因為3D軟體 像你剛剛所看到我在這邊 我的那個 在這邊 你看到後面這些場景 我都是用這個水溶3D做的 這裡的場景有沒有 但是那個軟體 非常簡單 各位即使你去外面教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開兒童版 教小朋友 他們都很厲害 教大人 更不用講 隨隨便便 不會3D 我也會做 你只要會辦佳佳酒就會了 所以這個其實 是蠻不錯的一個小軟體 那有機會我們再跟各位介紹 這樣 各位大概了解 我們今天要上的內容了 好 那另外右手邊這裡 在右手邊這邊 等一下呢 會把我們上課錄影片 我就會放到這個 雲端硬碟上面這邊來 會放在這邊 所以你點過去呢 就會看到 另外呢 軟體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 沒有摳下來 也沒關係 我都有放在雲端硬碟上 都放在這邊 所以你有需要的 尤其是這兩個比較大 其他那個檔案都比較小嘛 好 你就從這邊下載就好了 好 就可以 在這裡 在下面這裡也有 有沒有 在下面這裡也有 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看 老師的資料 你就可以點這邊 進到我的部落格 那我的部落格裡面 會有 比較多 就是說像這些軟體 免費軟體 一些使用機會 我在這邊會有 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上來看一看 比如說 像這個跟物聯網 比較有關係的 可能 因為各位 我們學校還是以工科為主 對不對 所以也許一些物聯網東西 你有興趣的 也可以參考看看 另外 像這個 如果你們社團在帶 所謂動畫 做動畫 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很好用的 這裡有 我會介紹幾個雲端服務 跟一個那個 免費的軟體 他就能夠做很不錯的 很輕鬆就可以讓你 設計動畫 比如說你在招生啊 或者是這個成果的部分 或者你要做科普動畫 都很簡單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我會像這樣子 就是010203 像這樣 010203 那主題的部分 我都會寫清楚 所以 不管你有沒有上過課 至少你要看 相對會比較容易一點 相對比較容易 這樣OK 好